美国空军对受的削弱的纳粹空军 发动大规模大星期袭击 为登陆日做准备的报道 诺曼底登陆在诺曼底登陆日 地北之前 美国航空兵的数百架B17飞行堡垒轰炸机 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协同攻击 他们受到敌方德国空军战机的多次打击 设法避开危险的纳粹地面防空武器 并用炸弹轰炸德军目标 由空军历史学家称 1944年2月的这次行动 被称为争论行动 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日前几个月 盟军对德国飞机总装设施和工厂 发动了大规模的轰炸行动 这次行动又称大星期行动 针对的是波兰 奥地利和德国的纳粹目标 美国空军历史档案部门的 罗伯特奥利福国是在接受采访时说 到25日大星期结束时 B17飞行保雷格B24 放着进行了大约3800架次的飞行 投制了近乎1万吨的弹药 大致相当于第八军前一年投制的数量 奥利福解释说 在这种情况下 大星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空中部分的早期非官方开端 他写道 到诺曼底登陆时 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具备了空中优势 奥利福解释说 大星期的突袭行动导致德国工业出现分散 效力底下以及总装线容易受到运输中断的影响 超过1万架盟军战机支援洛曼底登陆 而之前的大星期袭击的成功 令登陆行动如虎添翼 美军B17机群执行轰炸任务 正在投弹奥利福写道 美国空军的A20、B17和B24 轰炸了纳粹海滩防御 对着登陆区后面的咽喉料到发动了突袭 并为法国民众发放了警告传单 B17最出名之处就是 尽管战场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它仍然能够把机组人员活着带回家 因此美军和英军把B17视为有效且持久的攻击性武器 奥利福解释说 与此同时 这些轰炸机得到盟军P47和P51战斗机的支持 后者可以攻击纳粹火炮和军队 同时支援盟军地面部队 空军历史学家比利哈里斯 还将盟军空军在大兴七期间的活动称为 圣诺曼底成功登陆的决定性因素 哈里斯写道 盟军袭击了距离滩头阵地 563千米范围内的德国机场 迫使德国人撤回战机来保卫德国本土本身 哈里斯在一份空军书面声明中说 盟军干扰了德军战机的生产 更重要的是在德国空军试图保卫工厂之际 在空对空战役中对德国空军造成严重损失 参考消息网美军B17轰炸机编队投弹照片 订阅关注国防时报排投兵 纵览军情聚焦热点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